欢迎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线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七章 神人风采 长袍老者很快冷静下来 他一声戎马江山 久经血腥沙伐 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 也最清楚 这世间多的是 拥有不可思议手段的奇人意识 无疑 眼前这少年极不简单 你之前是不是偷偷跟踪过我们 紫锦鱼得就没开口 长袍老者哑然 不等苏语开口 就说道 丫头 莫要乱讲 以这位小友的能耐 焉可能做出那等伤不得抬面的事情 说着 他朝苏语拱手 神色已戴上一抹敬佩之意 敢问小友 还看出了一些什么 爷爷他 紫锦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以爷爷的身份 搁在云河郡十九城 谁当得其他拱手以敬 想到这 他禁不住又多看了一眼苏语 身影削瘦 面容清俊 模样倒是不错 只是 他身上气息稀松寻常 好像根本就没有修为啊 难道说 此人的修为已高深到无法揣夺的恐怖地步 他家世超凡 小时候我就听长辈说过 这时间有一些陆地神仙般的人物 看起来寻寻常常 实则早已是驻足在武道之上的恐怖存在 神通广大 眼前这人 难道并不是一个少年 而是一个驻眼有数的老前辈 想到这 紫锦心中也是一颤 眉宇间浮现一抹惊疑 苏伊可没想到 仅仅因为长袍老者的拱手里 就让紫锦产生那般多念头 面对长袍老者的问题 他神色平淡道 说句不客气的话 以你那仰楼镜第三种的修为 这次就是采到六阴草和吉阳花 怕也不可能让你突破境界 顿了顿 他继续道 或者说 你应当是早已料到 以你现在的年龄和根基 凭借寻常修炼手段 根本无法让你在武道上更进一步 于是决定以这两种灵药的力量 强行破镜 对否 长袍老者浑身一僵 只觉背脊都直冒寒意 就仿佛浑身内外的秘密 全都被看穿了一样 若说之前 苏伊猜测到他的上势根源和死刑目的 还让他有些将信将疑 那现在 他敢十足肯定 眼前这少年定是一位高人 爷爷 他怎地全知道了 紫锦师生叫出来 他情绪都有些失控 轻艳绝俗的脸蛋写满金色 可对觉醒前世记忆的苏伊而言 做出如此推断 不要太简单 先生发眼如炬 老朽探浮 长袍老者叹息 再次拱手剑里 连称获都有小友换成先生 不敢再多大 苏伊暗暗点头 仰如镜 又被称作宗师镜 以他今世十七年的经历 倒是很清楚 以长袍老者那五道宗师的地位 别说是在广陵城 就是在整个云和郡都堪称是巨布了 毕竟 这大周朝灵气太过匮乏 能够修炼到宗师地步者 足以策封诸侯 威震一方 眼下 长袍老者以宗师之地位 能够对自己以礼相待 也很难得 先生 您既能看出我爷爷的伤势 向阿爷一定有办法救治我爷爷的伤吧 资金忍不住开口 白皙娇美的鹅蛋脸露出一丝稀迹 在大周朝 宗师如龙 万众仰望 一个人 便足以决定一方顶级大族的兴衰 而他爷爷 和绝非一般的五道宗师可比 若一旦因此伤而陨落 注定会对整个家族造成无比严重的打击 见到苏伊那等神异的能耐 这让满心担忧的子锦犹如抓住了一丝希望 老朽萧天雀 在这云和郡也算有点小小名头 若先生能救我性命 我必不忘先生救命之恩 长袍老者也心生一丝期盼 再次拱手 肃然出声 身为一位赤着风云多年的五道宗师 哪会不清楚 就是换作同样的宗师人物 都不可能一眼就看穿他身上的伤势 就凭这一点 苏伊在他心中的地位 已上升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 若无法救治这点伤 我之前说那么多作甚 苏伊审笑 萧天雀和孙女子锦目光齐齐一亮 只要先生救好老朽的病 无论什么要求 我都可以答应 萧天雀神色欲发装素 声音至低有声 只是他心中不免赘赘 在他看来 以苏伊那等神乎奇迹的手段 一般的报答恐怕根本不够 可他已顾不得那么多 只要能活命 就是付出再大代价 他也在所不惜 对你们而言 称得上救命之恩 对我而言却是小事一桩 这样吧 随便给我一点枕筋便可 苏伊想了想说道 什么 萧天雀和子锦皆是一呆 神色恶然 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有问题 苏伊问 不是的 子锦连忙摇头 神色古怪 稀稀哀哒道 我只是没想到 居然 居然会这么容易 说到最后 生如文锐 善善不已 苏伊啼笑皆非 举手之劳而已 我何苦为难你们 萧天雀则长生一叹 虎笑道 丫头 你懂什么 先生何等人物 哪里会在些许钱财 之所以如此 是不想让我们欠下人情 原来如此 资金恍然 这才是高人 根本不稀罕自己 这等角色所欠的人情 资金非快从荷包中 取出一张银票 双手恭敬递过去 与生利利道 先生 这是一万两银票 是我和爷爷的一些心意 还请您收下 一万两 随随便便就拿出来了 苏伊都不免亚然 这才意识到 眼前这爷孙俩 恐怕远远比自己 推测中更富有 须知 文家作为广陵城 三大宗族之一 每个月给文灵昭 文灵学姐妹分发的零花钱 也仅仅只三百两白银而已 一万两太多了 苏伊摇头 眼下的随即却购买药材的钱财 可也不屑在这种事上大赚一笔 萧天却心中又是一阵叹息 他愈发断定 眼前这位高人根本不在乎钱财多少 坏而言之 在这位高人眼中 对于救治自己的伤势 或许 真的不算什么事 不贪钱财 也不愿自己欠下人情 又一眼能看穿自己的底细 这若不是传说中的高人 厚了自己的眼镜都行 一时间 萧天却面对苏伊时 变得愈发敬重了 他老谋深算 看得更长远 也暗自决定 等伤势愈合 无论如何 也要跟这位高人攀上一层关系 这时候 子锦一脸为难 孽惹道 可我身上的银票面额 全部都是一万两的 苏伊 在这大周朝 家境该有多殷实 才能让一个小姑娘 如此财大气粗 却见萧天却神色庄重道 先生 对世间寻常百姓而言 一万两的确堪称巨款 可对我而言 并不算什么 也远远抵不上我心中的感激 正如您之前所说 对您而言 这是小事一碟 可对老朽而言 却是救命之恩 说着 他供身行礼 语气诚恳道 还请您务必收下 如此 老朽和孙女才能安心 眼见爷爷行如此大礼 资金也急了 功声道 先生 也不怕您笑话 在大周境内 如我爷爷这般的宗师性命 百万两黄金也换不来 更何况是区区一万两白银 您 就收下吧 否则 爷爷和我此生都会心存愧疚 说着 他同样也供身行礼 双手将银票呈上 眼见这一幕 苏伊一阵好笑 他本是抱着举手之劳的心态 那曾想 对方却非执意送钱 他也懒得再推辞 将那一张银票收起 笑道 行了 两位莫要再行如此大礼 否则 这枕金可就太烫手了 萧天却连忙直起身来 满脸带笑 资金也长松了口气 眉烧间尽是轻松喜色 想要救好你的伤 除了连续吞服七天的药物 还需要以密法将其五脏之地的尸毒驱除 如此 才能彻底消除隐患 苏伊说着 爆出一个药方 共有三十余种药草 都并非什么稀罕之物 唯独药引极其少见珍贵 乃是十年生的欲禅退 不过苏伊相信 这难不住 萧天却这等宗室存在 多谢先生赠予药方 牢牢记住药方后 萧天却再度攻身行礼 内心颇为激动 苏伊点了点头 道 这些药吞服七天 七天后 你在此等我 我帮你彻底消除体内预毒 我还有事 先行一步 告辞 说吧 他转身而去 直至目送苏伊的身影远远消失 此仅这才回过神世德 美眸流转 轻声道 爷爷 若不是那位先生刚才识破了您身上的秘密 我肯定把他当作了骗子 萧天却顿时吃小道 丫头 莫要乱说 一万两银子而已 哪可能入得了那位先生的发眼 看其形势 真乃神人风采 你记住 下次再见 务必要更谦虚恭敬 万不可有丝毫怠慢 话到最后 神色也变得严肃之极 资金吐了吐舌头 乖巧道 爷爷您放心 我全都记下了 萧天却恩了一声 拳机感慨道 我本以为此次从鬼母岭返回 再没有几天可活 谁曾想 让我机缘巧合之下 侯欲高人 为我指点迷惊 赠我要方 我 何其之幸 说到这 他哭得一拍额头 想起一件事 神色懊恼道 糊涂 我刚才竟忘记 问那位先生的名号了